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马萨朱塞大道和那边是纽约大道 他们两个交汇的地方 交汇的这个地方有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Montvernor Square 中文叫佛农山广场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花园 正中间这么一个罗马建筑风格的一个建筑物 在这个建筑物前面有这么一个苹果公司的标志 怎么又和苹果扯上关系了呢 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走到近处 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活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建筑物的正面 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这座建筑物中间的正上方 刻着华盛顿公立图书馆几个大字 下面一排刻着科学诗歌和历史这几个字 可能代表着这个图书馆藏书的内容 往左边看 这里还刻着一行字 内容是 这个建筑是由安德鲁卡奈基捐赠 那么卡奈基为什么会给华盛顿特区捐赠这个图书馆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啊 这还有一段故事呢 卡奈基13岁的时候 从苏格兰移民到了美国 刚来的时候啊 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纺织厂工作 在做工的同时呢 他也非常渴望学习 可是他没有钱进学校 就连图书馆也进不去 因为啊 当时的图书馆是要收费的 所以啊 他学习起来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总是想方设法 抓住一切机会找书来看 后来啊 有一位企业家发现了卡奈基非常的勤奋好学 很受感动 于是乎就跟他说 你可以到我自己的私人图书馆来学习 这个图书馆免费对你开放 卡奈基啊 真是大喜过望 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呢 铺在了面包上一样 开始如饥似渴的勤奋学习 后来啊 他自学成才 长大以后呢 又投身于钢铁行业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人们把他称为美国的钢铁大王 他成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富豪之一 后来啊 他把他的钢铁公司卖给了摩根大通公司 获得了4.8亿美元 这个价格按照现在来折算的话 相当于130亿美元 他拿着这笔钱来干什么呢 卡奈基这个人呢 知人图报 当年他自己读不起书的时候 别人帮助了他 现在自己有钱了 也想帮助天下更多的穷苦人呢 能够看书学习 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卡奈基认为建立公共图书馆 是帮助人们的最好方式 所以呢 卡奈基就大力捐助各地 建公立图书馆 免费对大家开放 他在全美国捐建的图书馆 多达1689个 另外在其他英语国家 还捐建了830个图书馆 共计捐建图书馆 2519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 华盛顿公立图书馆 是在1903年1月7号建成的 这个图书馆开始的预算 是25万美元 后来实际上大概花了 37万美元 为了建造一座 优美典雅的图书馆 卡奈基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设计方案 最后选中了 由Ackerman和Ross 两个人联合设计的方案 这是当时设计的图书馆的外观 这是图书馆的建设蓝图 这个图书馆的设计 采用的是法国 Bozar式的建筑风格 Bozar是一个法语词汇 它的字面意思是美术学院式 在建筑行业里头呢 Bozar代表的是新古典主义 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 再加上巴洛克风格 新古典主义指的是在文艺复兴之后 用新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 来仿造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风格 巴洛克的这个建筑风格呢 是指在这个基础上 又添加了许多华丽的细节装饰 使建筑物显得更加富丽谈活 通俗的说 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呢 就像是新古典主义的豪华吧 说到这个新古典主义建筑 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就是它的这个狼柱 你看这个狼柱 它是上面 那个柱头上 它是一对窝卷形的这么结构 这是一个装饰 有了这种装饰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名字就是Ionic柱 这个Ionic柱呢 它是说上面啊 细一点 到了中间 它就开始变粗 到了它的底部呢 它会跟中间的这个直径 保持一致 这是到了它的底座 这个底座的直径 如果是一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柱子的高度呢 应该是九 是一比九 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所以古希腊人认为啊 这个比例是美的这么一个必须要注意的要素 所以这个比例协调可以产生美 在不同的注释上有不同的这个比例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就是一比九 另外这还有一些 呃窝卷形的这个构造 旁边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植物造型来做这个装饰 你看这个窝卷高造 啊 还有在顶部 它有一些像牙齿这种形状啊 叫齿形的这种形状 这也是新古典主义建筑的那些典型的装饰 还有就是这个三角形的区域 在门上面叫门楣 在窗户上面叫窗楣 普通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中 门楣或者是窗楣可以是空白的 在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中呢 这个门楣和窗楣里边 往往有一些非常漂亮的浮雕 比如说这个门楣里面的雕塑 就是古希腊智慧于战斗之神 啊 它的名字叫密涅瓦 啊 看这个雕塑非常的漂亮 再看靠近屋顶的地方 还有一些天使的雕像 这个天使的名字叫普蒂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苹果的logo 这是怎么回事呢 苹果公司和这个卡内基公共图书馆 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啊 这个卡内基图书馆建成之后 大概运行了七十年 后来啊 读者是越来越多 这个图书馆就容纳不下了 就只好搬到别处去了 这个地方呢 成了华盛顿特区历史协会的总部 后来又改成了华盛顿特区城市博物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概是在2005年前后 这个博物馆呢 就经营不下去了 然后就关闭了 关闭以后呢 就一直闲置在那里 这个时候啊 苹果公司突然发现了这么一块风水宝地 这可是在华盛顿最繁华的路段 一座非常漂亮的古典建筑 同时呢 有闲置在那里 没什么用 所以啊 这个苹果公司就跟华盛顿特区历史协会和城市博物馆联系说啊 我们能不能在你们这个图书馆里边开辟一个楼层 作为苹果产品的分销店 苹果公司和华盛顿特区博物馆还有这个历史协会啊 这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所以呢 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就是一拍即合 2016年提出的这个方案 经过将近三年的准备和改建翻修 到2019年的5月11号 苹果公司产品分销店在这里就隆重开张了 那是让这个来了很多人 是莫得这个CEO库克本人亲民现场 参加这个开业店 好了我们现在走进了这个大门 这是正址 这是苹果公司啊 在这个地方举行很多这个活动 会议新产品发布会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 这些产品和它的这个摆放啊 就跟其他苹果店差不多 但是它这个地方 这个建筑非常有特色 看这个天花板 它都是这种 纸状的这个结构啊 还有一些镶嵌的啊 浮雕花 这种花啊 这种浮雕 这里头是莎士比亚 这种花板 培根 这个是牛顿 柏拉图 啊 河马哈 这种花板 加利利 这种是这些啊 作弥的 呃 历史人物 作弥的就是思想家 是 受销售人员 在这个页客 介绍怎么样使用 这个Apple的手感 这个天花板是窝里的 这里头还有一些植物 好,现在我们到 上面这一层 这个西标是历史老照片 在这么一个展览区 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展区主要是一些历史性的照片 大型的照片 东边这个展区 是一个研究图书馆 它需要预约 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四开放 这个图书馆主要是研究 华盛顿特区这一带的一些历史文献 这一层展示的是一些颓片 收集的是当时一些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历史镜头 这个苹果卡内基图书馆 真是一个完美的角色 这座建筑瑰宝 不仅作为名胜古籍 被列入了华盛顿特区历史与纸目论 和国家历史余产名论 它同时还是一个豪华的苹果商店所在地 它将历史和创新融合在一起 使这里成为过去和未来的交汇之处 使昔日的悠扬与今天的技术巧妙的结合 它不仅是历史的传承 也是进步的灯塔 是一个老成创新精神的礼赞